欢迎继续收听由蓝狮子出品的《大败菊》 作者吴小波 演播启宽 你将有一段轰轰烈烈的事业 无人可及 不过在四十岁的时候 一切都会毁灭 你将身败名裂 三十岁那年 一位高人一脸诡异地 对风华正茂的唐万新预言 这个不祥的预言 一直折磨着唐万新 三十八岁时他宣布 将在四十岁时正式金盆洗手 可是他还是没有躲过 那个冥冥中的魔咒 他真的在不惑之年跌倒了 而且跌得惊天动地 玉石俱焚 唐万新和他一手打造出来的德龙 这个曾经是中国资本规模 最大的民营企业集团 到底隐藏着一个怎样惨烈的故事呢 这真的是一个被天意和宿命控制着的商业传奇吗 在近三十年的中国商业界 先后出现过两个名重一时的资本大鳄 前一位是南德的牟奇钟 后一个是德龙的唐万新 两个人的创业生涯和兴衰经历迥迥然不同 却有几点很相似 他们的生肖都属龙 相差整整24岁 他们的籍贯都是重庆万县 他们后来都在武汉受审定罪 并被关在当地的监狱里 唐万新出生在新疆乌鲁木齐的一个支边家庭 他中学毕业后考上过两所大学 但都没有读完就一夜了 他对学业没有兴趣 似乎生来就想做一个伟大的商人 在读书期间 他就曾经自高奋勇去经营一个校办农场 结果生意做得一败涂地 1986年12月 唐万新筹集了400元钱 在乌鲁木齐市团结路人民公园的边门 开了一家朋友彩音店 这里很快成了乌鲁木齐市商业青年的据点 他们每天穿着厚重的军棉衣 一边在军用钢壶里泡馍馍 一边高谈阔论 唐万新在彩音上赚了点钱 然后就去创办了一大堆的实业 他办的一家锁厂 因为没有生产许可证而倒闭 他去研制卫星电视接收器 但是后来技术人员被挖走 他创办了一家饲料厂 却亏了不少钱 他代理新疆人造毛业务 造成入不敷出 他甚至还跑到偏远的塔什库尔干县 承包了一家宾馆 结果也是差雨而归 短短的三年时间里 他还办过挂面厂 小化工厂 学生课外读物服务部 服装自选店 软件开发公司 广告代理公司 出国留学咨询中心等等 唐万新擅长猎取 疏于精耕的游猎个性 在此时已经暴露无疑 他对商业抱有浓厚兴趣 但兴奋点非常容易转移 天生有一小博大的笃性 还有一股屡败屡战的韧性 因为折腾了这么多的事 唐万新欠了一百多万元的债 他把债主们照在一起说 如果你们信得过我 就给我一个机会 如果信不过我 就送我去监狱 1991年 27岁的唐万新突然时来运转 他办的一家电脑经营公司 靠代理四通打印机 在新疆一些大油田的业务上 居然一口气赚了一百五十万元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 一一上门把欠债还清 并还上一笔利息 唐万新在商业上的信誉 由此得以建立 好些债主在后来都成了他的部下 1992年 唐万新做了一件改变命运的大事情 当时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后 全国掀起了一股加快改革的热浪 中国股市出现了井喷 8月 深圳证券交易所宣布 发行国内公众股五亿股 发售抽签表五百万张 中签率为百分之十 每张中签表可认购一千股 曾经去海口深圳碰过运气的唐万新 当即觉得 这是一个发财的好机会 他花钱请了五千人 以出去玩一圈的名义 到深圳排队领取认购抽签表 当时的深圳 一下子涌进了150万人 最后酿出了一场 不大不小的骚乱 唐万新的部队 应该算是其中 人数最多的一支认购队伍 这些人每人一个小木凳 排队一天领五十元的劳务费 一排就是三天 领到的抽签表换成原始股 这让唐万新狠狠地赚了一大笔钱 从此 唐万新决金势而作飞 由创办实业 转而迷上了来钱最快的股市 回到新疆后 他和大哥唐万里等人 注册成立了新疆德龙实业公司 专门从事资本市场的股票运作 他们在新疆 陕西等西北省区 大量收购国有企业的原始股 和内部职工股 要么将之倒卖给新疆的金融机构 要么等到上市后甩卖套现 有一次 他们以一千万元的价格 受让了西北周城的一千万股法人股 数月后出手净赚三千万元 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 善于发现和胆大包天 让一代人迅速的报复 如果说股票倒卖 让唐万新出溃资本市场殿堂的话 那么他在国债市场的试水 则让德龙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原始积累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 财政部出台了国债成购包销政策 在相当多的年份里 大部分的国债都是由数十家证券中介机构包销的 数年累积下来 渐渐的便形成了一个非官方的国债流通市场 而武汉的国债场外交易所 是当时国内规模最大 交易最活跃的一个平台 1994年 唐万新通过国债回购业务 先后向海南华英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这家公司 我们将在华晨沿岸中看到他的踪迹 以及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融资 总额达三亿元 也正是靠着这笔不菲的资本金 唐万新开始购筑起他的金融帝国 1996年 唐万新把德龙总部迁到北京 这时候的他已经不满足于在二级市场 当一个土财主式的吵架 他要有自己的公司战略 在公司高参们的启发下 他提出了创造传统行业的新价值的德龙核心理念 该理念认为 全球的产业结构正在发生一次巨大的演变 中国正成为其中最重要的一环 很多传统产业都存在迅猛扩大的机遇 但是由于体制及观念的落后 绝大多数企业规模偏小 投资分散 没有竞争力 因此 如果通过资本并购的方式 将之进行优化整合 盘活存量 这将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希望所在 同铝粮等纯粹靠高科技概念 炒作来玩弄股市的庄稼不同 唐万新认为 中国企业最大的发展空间在于传统产业 只有传统产业才能发挥中国在劳动力和资源方面的比较优势 只有传统产业才是一个成熟的现成的而不是潜在的市场 只有传统产业才不会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 这是一套试图自圆其说的理论 在某种意义上 它仅仅作为德龙疯狂扩张的理由而存在 也正是由此出发 德龙在实业上实施多元化整合 在金融业上实施非常规运作 走上了一条裂变式发展的道路 在进京当年 德龙受让刚刚上市的新疆囤核10.19%的股权 成为其第三大股东 不久后 增资扩股当上第一大股东 1997年6月 德龙从沈阳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手中 购得沈阳合金29.02%的股权 控股该公司 四个月后 德龙又与上市公司香火炬的第一大股东 诸州国有资产管理局达成协议 收购香火炬25.71%的股份 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 德龙先后成为三家上市公司的控股方 完成了所谓老三股的收购任务 他们后来都成为德龙系最重要的产业整合平台 唐万新对三驾马车均按照自己的理念 精心地进行了产业整合 新疆屯合原本是新疆建设兵团旗下的水泥厂 创办于1984年 尽管它是新疆第一家上市公司 但多年来却一直效益平平 于是 唐万新毅然决定将其向红色产业转型 他先后收购和新建了九家番茄酱加工厂 从而一度成为全球第二大番茄酱生产商 浓缩番茄酱出口量占到全球交易额的17% 同时 这一产业的发展还一时解决了新疆十万农户的就业问题 沈阳合金原本是一家镍合金专业制造企业 每年有4000多万元的销售收入 600万元的利润 是一个小富吉安的公司 德龙进入后 连续收购了江苏 上海和陕西等地的多家电动工具制造 使之成为全国最大的专业生产商和出口商 1999年12月 沈阳合金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 沈阳合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到2000年 合金投资的总资产 由1.33亿元增加到13.98亿元 增长了10倍 主营业务的收入增加到8.44亿元 增长了15倍多 在德龙系对电动工具业进行整合之前 中国的产量已经占了全球的70% 但销售收入却只占10% 利润占有率还不到1% 而整合之后 在行业内的溢价谈判能力和出口效益都有明显提高 德龙对香火炬的改造 是唐氏整合理念的经典之作 之前 这家企业只生产火花塞单一品种 对此 唐万新提出了大气配战略 他先是收购了美国最大刹车系统进口商 MAT公司 及其9家在华合资企业75%的股权 从而获得了美国汽车零部件进口市场的一定份额 然后控股陕西一家汽车齿轮企业 成为该专业的国内龙头企业 紧接着 香火炬接连发布公告 与东风汽车 陕汽集团 重汽集团等进行各种重组合资行动 到2004年 香火炬拥有50多家子公司 成为中国齿轮 火花塞 军用越野车三个行业规模最大的企业 同时 还是空调压缩机第二大生产厂家 汽车刹车系统的最大出口商等等 在德龙史商 三驾马车的产业整合 一直被外界兢兢乐道 唐万新对此姿势极高 认为 这是天下一等一的企业战略 一些经济学家也颇为赞赏 与唐氏兄弟有过密切交往的经济学家 钟彭荣就认为 到目前为止 中国的民营企业家 还很少有人能够做到他们这样的高度 客观而言 德龙的整合之功实不可没 三驾马车都是传统意义上的国有企业 产业老化 管理落后 仅仅靠上市筹得一笔钱来苟延残喘 唐万新不仅在产业上将之全面重组 还花钱聘请麦肯西 科尔尼等国际专业顾问公司 为企业在职业经理人成长 战略设计 管理改革等方面提供咨询 将他们从连一张准确的财务报表都收不上来 有想法而没有章法的企业 转型成管理规范 朝气蓬勃的现代公司 日后 德龙因为财务危机轰然倒塌 老三股却因为产业结构清晰 效益良好 而仍然受到资本界及实业界的青睐 这也从一个侧面验证了 德龙的整合并非败笔 而从另外的角度来观察 整合的绩效显然有被夸大和利用的嫌疑 三驾马车所处的行业 番茄匠 电动工具 汽车零配件 均不是成长性很好 具有强大延伸和辐射能力的领域 因此 即使整合做到极致 也很难在中短期内实现可观的利润 和达到很大的产业规模 在效益最好的年份 三家上市公司的净利润分别为2002年新疆囤核的5100万元 2002年香火炬的1.02084亿元 以及合金投资2003年的7000万元 总计不过2.23亿元 远远算不上是效益奇迹 德龙在整合的过程中不断在资本市场上发布让人眼花缭乱的并购公告 事实上不过是其抬高股价的炒作手段 还有一个连唐万新也始料未及的事实是 由于三驾马车所能贡献的利润有限 而且均处在不能够产生大量现金流的行业 一个更重要的现实是 德龙始终无法靠良好的绩效在股市获得增发的资格 所以 实业整合出现的绩效并不能支持金融扩张所需要的资金流量 而到后期 为了支撑庞大而高息的融资平台 唐万新反而被迫从实业公司中抽取资金 向金融板块输血 根据有关的数据统计 这一部分的资金输送总计超过40亿元 所以 其所谓的产容整合双轮驱动效应 一直停留在理论层面 从来就没有真正实现过 1998年 德龙出资1000万元 购进明斯克号航空母舰 它是苏联太平洋舰队已经退役的旗舰 唐万新 把它停泊在深圳大鹏湾的沙头角 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座 以航空母舰为主体的主题公园 这条新闻轰动一时 也是从此开始 德龙以中国民营企业的航母自居 而在资本市场上 它也被形容成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 在中国股市 航母德龙是以天下第一庄的形象 而被定格和传送的 从1996年起 德龙旗下的三架马车就撒开双蹄 在中国股市一路狂奔 创下了让千万股民 瞠目结舌的飙升纪录 2001年3月 人们看到的事实是 香火炬经过三次转配股 一股变成4.7股 经过付权后计算 每股股价从7.6元涨到85元 涨幅1100% 合金投资经过四次转配股 付权后的股价 从每股12元涨到186元 涨幅1500% 新疆屯和也经过数次配股 付权后的股价为每股127元 涨幅1100% 一个庄家控制的三只股票 五年之内全数狂涨十倍以上 举国固盼再无一人 德龙的天下第一庄名号 实在是名副其实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 股不在忧 有德则名 价不畏高 有龙就灵 几乎成了中国股民 想要赚钱的不二法门 德龙的坐庄技巧 其实非常简单 他旗下的老三股和新三股 均被全盘控制 其中四家的股权比例 都超过30% 所以 唐万新自称为 集中长期持有的控制性庄家 他通过不断地释放利好消息 和运用整合重组理念 将股价一步步地抬高 然后从中导获牟利 根据精通财务分析的 香港科技大学 郎贤平教授的计算 到2001年3月 德龙庄家 从这种坐庄活动中 总计获利52亿元 其中 香火炬从1997年起 换手率达到440% 按庄家持仓成本为18元计算 账面获利19亿元 合金投资 从1997年起 换手率为400% 按庄家进入时的 每股12元股价计算 账面盈利同样为19亿元 德龙进入新疆囤核 是1996年 换手率同样高达400% 按每股20元的建仓成本来计算 账面盈利为14亿元 2004年12月 已经被软禁的唐万新 给国务院领导写了一封偿信 其中 对自己的坐庄行为供认不讳 他仅举金星信托一例说 一口气用了三年多的时间 将一个坏账资产近4亿元 年亏损几千万元的信托 发展成一个资产上百亿元 利润近亿元的大信托 至2000年 累计为客户赚取了30多亿元的利润 还有一个事实是 德龙建仓座庄 用的资金大多是银行借贷 以及高息私募来的基金 因此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共犯结构 其获利集团之所得远远超出 德龙自己的利润 根据多年跟踪观察 德龙的新疆学者唐力久 在解构德龙艺术中所披露的 整个过程中 相关的金融企业 为客户赚取了近150亿元的利润 由此可见 唐万新以擅装自诩 自认为做到了企业 机构和股民的三营 而实际上 却是以非常强悍和无视现行监管法规的手段 从股民口袋里 攫取了超过百亿元的金钱 2001年前后 中国证券市场的个人投资者人数 在3000万人左右 也就是说 唐万新从每个人的口袋里 起码拿走了500元钱 他在这方面取得的娇人成果 远远高于在产业整合上的业绩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